他就站在那邊 而且你們這些人 國家被你們搞垮了 被你們這些人搞垮了 就是你會他做主意他的 你再讓我玩中國大陸跑 主意跑的就是什麼 媽的 全靠我現在 不要讓我跑 你把台灣本來會把人都撞掉 你們什麼都撞掉 你不是說脫裏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希望 非常希望在面對中國 武力威脅 企圖並吞台灣的結局 更狀況之下 過去軍事採購照會困難 國見國照 大家也非常團結的責任 這是我們最起碼的責任 所以我希望檢察單位 能夠迅速查明 未來 在增進國防力量的過程當中 也都能夠得到社會的支持 2005年 賴清的主席當時身為 民進黨黨團幹事長 也是程序委員會三席招委之一 就在一次他主持的會議當中 在野黨仍然杯葛 不願意讓軍購案排入議程 可是當天卻是連戰前往中國 推動聯中制台 當時大家都非常的氣憤 所以也造成程序委員會的重大衝突 當時賴清的主席特別批判在野黨 你們一方面前往中國進行聯中制台 一方面反對軍購案 目標 你批判 你批判 你在批判 你什麼啊 你什麼啊 嚇我 我想被你搞完了 被一個玩家當你爺爺這樣 我跟一個爺爺爺 你不可以說那個風 你不可以說那個風 你不懂 你不懂 拿麥克風的拿走 他就站在那裡 他就站在那裡 我叫被你們搞垮了 就是你會大陸 你不要讓我往中國大陸跑 你不要讓我跑 不要讓我跑 你把台灣本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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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什麼都斷掉 你不要說 你自己跑了這什麼 你怎麼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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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來幹嘛 你不要把他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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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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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 你每次 你每次 從24年6月到現在 從對外採購、對杯葛到現在潛艦國照 也遭到這樣的困難 那國人一定要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台灣面對中國的威脅 中國企圖併吞台灣 這個是公開的事實 台灣受到中國的威脅 每一天都在發生 在這種狀況之下 朝委應該要團結合作 守護國家這個是最基本的責任 沒有一個政黨、沒有一個國會議員 可以去進行破壞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希望 非常希望在面對中國 武力威脅 企圖併吞台灣的劇情不變動化之下 過去軍事採購照遇困難 國見國照 大家也非常團結的責任 這是我們最起碼的責任 所以我希望檢調單位能夠迅速查明 未來在增進國防力量的過程當中 也都能夠得到社會的支持 我做這樣的這個說明 當時是很分開啊 各位媒體朋友午安 民主政府黨今天召開 第20屆、第21次的終職會 會中同意成立第11屆 立法委員政黨比例代表 提名委員會 名單並依照提名條例規定 由黨主席賴清德召集主持 委員會成員包括 陳建仁、卓榮泰 何美越、康玉成、廖福特、陶一芬等6人 另外民主政府黨中央黨部 為防治執行職務人員遭受不法侵害行為 免於職場不法侵害之情勢 會中也通過民主政府黨中央黨部 執行職務人員遭受不法侵害申訴 及懲戒處理辦法 此外會中也邀請節能顧問王茂榮 以台灣不缺電缺節能理念為題 來進行專案報告 賴清德主席在聽取報告後指示如下 感謝王茂榮顧問為我們所做的精彩演講 氣候變遷的問題帶給人類相當嚴峻的挑戰 也迫使我們在社會運作各個層面 都必須創新與改革 昨天賴主席召開第四場國政的願景發表會 提出創新經濟智慧國家的願景 其中一個主張就是要發展綠色成長新戰略 也就是要發展綠能科技聚焦節能跟儲能科技 人家說節省比賺的還快 就是要指除了開源也要節流 我們除了開發新的能源更要節能節電 如同王顧問所說台灣其實不缺電 因為有30%的電被浪費掉 以工業用電佔台灣整體用電量近60%來看 若能節省30%等於節省台灣整體用電的18% 對於企業來說節電也是本少利多的投資 例如一間公司一年的電費如果是1000萬 節省30%就等於節省300萬元 政府推動節能轉型之餘 也一定會做到供給無餘 確保用電需求獲得滿足 維持經濟的穩定發展 但我們也需要更有效率的利用能源 減少資源的實際消耗 這部分我們從王顧問的簡報中看到 許多實踐的可能性 進步落實節能產業化 產業節能化 從法規技術獎補助獎勵補助 來打造全方位的節能產業 再次謝謝王茂隆顧問 為我們分享他非常寶貴的食物經驗 也給大家帶來很多觀念上的啟發 另外賴清德主席在會中的致詞如下 之前我們很高興迎接第一艘國造潛艦 完成下水的儀式 但很遺憾的傳出在野黨的國會議員 設計杯葛 甚至儀式把機密資料交給第三國 我們希望這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話 對國家的傷害太大 也會讓整個國家陷入相當的困境 所以我們希望檢調單位 務必要嚴格查明 將真相公註於台灣社會 這也讓賴主席想到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陳水扁總統執政期間 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 向美國提出一張軍事採購的清單 那也得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小部系的同意 在2001年的4月份 就通過了要給予台灣軍事採購的項目 包括四艘契德級驅逐艦 八艘彩電潛艦 12架P3C獵戶座 反潛偵察機 以及愛國者三型飛戰等等 這些採購項目 2005年 當時行政院長尤錫坤 馬上提出特別預算 但很可惜 送到國會的時候 遭到當時國民黨主導的 在野黨全力杯葛 光在程序委員會 就阻擋了69次之多 賴清德主席當時身為 民進黨黨團幹事長 也是程序委員會三席招委之一 就在一次他主持的會議當中 在野黨仍然杯葛 不願意讓軍購案排入議程 可是當天卻是連戰前往中國 推動聯中制台 當時大家都非常的氣憤 所以也造成程序委員會的重大衝突 當時賴清德主席特別批判在野黨 你們一方面前往中國進行聯中制台 一方面反對軍購案 不過在那次衝突之後 對整個軍購案的通過並沒有幫助 國民黨依然顧我 大家想想看 如果那時候軍購案通過的話 八艘裁電潛艦已經完成了 今天黃曙光前參謀組長 還有台船的員工也不必那麼的辛苦 中國應該也不容易越雷池一步 到現在從對外採購被杯葛 到現在潛艦國造也遭到這樣的困難 希望國人可以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台灣面對中國的威脅 中國企圖併吞台灣 這是公開的事實 台灣受到中國威脅每一天都在發生 在這種狀況之下 朝野應該團結合作 守護國家是最基本的責任 沒有一個政黨 沒有一個國會議員 可以去進行破壞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希望 在面對中國武力威脅 企圖併吞台灣的野心不變的狀況之下 過去軍事採購遇到困難 希望未來國建國造 大家應該要團結一致 這是我們最起碼的責任 所以也希望檢調單位 能夠迅速查明 未來在增進國防力量過程當中 也能夠得到社會的支持 而另外賴清的主席在會中 有一段談話如下 2024年的總統跟立法委員選舉 對台灣前途非常重要 不僅將影響台灣的國家走向 後代子孫的幸福 民主是否延續 也會影響印太和平跟穩定 此次區域立委的選舉 本黨秉持著跨黨派、跨世代 以及跨領域的精神 來推動民主大聯盟 而這一次的部分區提名 民進黨也是希望能夠秉持 民主大聯盟這樣的一個精神 換句話說 在未來的部分區名單上面 會有本黨優秀的人才 也會有社會上的有勢之勢 我們希望能夠結合台灣社會更多的力量 來完成歷史上交付給我們的使命 另外未來部分區的名單 我們也希望具備專業 能夠解決國家當前的問題 另外部分區的名單 也能夠秉持著民主的精神 堅定的捍衛民主憲政體制 我們希望社會上有志之士 可以在今天之後 推薦優秀的人才來到民進黨中央 經由提名小組 用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 來選出優秀的人才 來代表民主進步黨 以獲得社會更廣大的支持 以上是賴清德主席的談話 以其他支持的內容 請問各位媒體朋友 有什麼其他問題要詢問的嗎 我想早上記者會已經講非常清楚了 這個曾明中就是政策 國民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那麼國民黨政策會的黨工 他涉嫌在裡面 那麼他的下屬許哲兵 搞出這種自導自演的這種事情 請問曾明中你是他長官 你會不知情嗎 請問曾明中你是縱容還是無能 請曾明中委員 也就是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自己說清楚 國民黨也應該主動清楚說明 好 謝謝大家 也就看到那些是馬國安 有十四朋友 すぐ比須 自己說明